漁船一抵達金融魚海域 桶子裡到處牽制的漁苗流向大海 箱子裡還有三萬尾漁苗 統統準備放回海裡 我們順一下洞見 潛水人員下水透過水底攝影機 拍下漁苗回歸大海畫面 金融魚海域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 也是基調活動的勝地 但隨著海洋資源匱乏 金融區域會 台電和金融市政府 發起了漁苗放流活動 我覺得放流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幫助一些可愛的小魚們 讓牠們重新回歸大自然 我們的教育就是讓大家去愛護大自然 對環境盡一份心力 看到牠們流回大自然 就是覺得有一種富裕的過程 就是覺得很開心 來自海大福中 二星高中 中山高中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和靈鑄山團體 總計400人 分別乘坐11艘娛樂漁船 從八斗子漁港出發 前往金融魚海域 展開放流活動 希望讓漁業永續經營 那我想今天藉由把金融區域會的這樣的一個漁廟放流 那跟我們的一個學校來做一個結合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產官學合作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案例 那我想藉由漁房的放流也可以讓我們的學生 了解到說永續的海洋其實非常的一個不容易 那也是希望說讓我們更加爭取我們的有限的一個海洋資源 那希望把這件事情能夠長期永續的經營下去 魚類的一個食用之外呢 其實海洋生態的一個富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海洋生態的資源必須要永續 就要透過漁苗的一個放流 來增加海洋生態的一個豐沛 所以這樣呢 對小朋友一個教育也是非常的有幫助 讓他們知道 其實海洋生態的富裕呢 從漁苗就應該要開始來重視他們生態的一個培養 這個漁苗放流活動 台電公司跟這個金融區漁會已經這個合作多年 那效果也非常卓著 那台電本魚這個社會責任 距離這個海洋生態最近受到一些影響 希望也能夠善盡一些社會責任 我們這嚴近海 金融魚 海洋附近跟八六指附近 還有汪海峽附近 這個加蠟 自從我們疫苗放流以後 增加很多的加蠟魚 那麼疫苗活動最主要是 我們這一次有叫一些學生來 二星中學 海大附中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來參與 也是讓教育我們下一代 珍惜海洋愛護海洋 永續經營 那希望透過這個漁苗放流 可以讓我們這個豐富的海洋資源 不會那麼的匱乏 對 那因為近年來 過度的捕撈 漁民過度的捕撈 所以其實也會讓這個海洋資源 有一些的損害 那希望透過這個漁苗放流的活動 可以讓海洋資源可以更加豐沛 那除了能夠這個增加海洋的一個生態 這個廣征這個富裕的一個海洋資源以外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林俊山佛教道壇 這樣的活動從來都沒有缺席 也符合我們宗教慈悲 附身的一個精神 為了追蹤漁苗放流後續的效益評估 這種區域會與海洋大學合作 特別將五千條的漁苗進行打標標示 未來釣客或漁民釣友標示的魚體時 也能夠回報這種區域會 以例統計和分析 我們海洋大學的部分是 實際上說能夠提供科學化的一個 走漁放流的一個效益評估 那提供更充分的科學數據 來回憶大家關心的議題 比方說我們放出去的物種 到底正不正確 是不是在適當的時間 或是適當的地點進行放流 那放流到外面的話呢 他們的活存適應的情況如何 那到底會不會造成基因載化的一個疑慮 那這些我們都有提出科學的證據 來回應大家各界的一個疑慮這樣子 那當然最重要的像是 漁民關切到 到底這些資源是不是能夠增加 那我們也有一些提供出一些 相關的一些證據發現到 初步發現就是可能可以增加一到三成的一個比例 然後這些總量能夠貢獻到漁民的漁獲當中這樣 台電他們本身除了在海邊蓋電廠以外 有影響到移民以外 他們也在做深入的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影響到移民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請潛水人員下去 幫忙協助做各種的露營 讓海大來加入研究這一塊 雖然市府和民間都希望生態永續經營 不過漁苗放流需要經過申請 針對放流的魚種地點都有規定 在不影響棲息的環境情況下才能夠進行 確保放流魚種和生態不衝突 才能達到保護海洋的效果 一秒放流的效果